大家好 本节介绍 内能字板系统可变度目 可变度目的设置步骤如下 首先,将需要设置可变度目的内容 复制到度目图 接着,在度目图层设置可变度目的段数 以打开的这个花样为例 设置其中的几行 设置可变度目 在度目图层中设置可变度目 必须整行设置 也就是说 对需要设置可变度目的内容 可以通过纵向指标 整行圈选 右击 复制到度目图 将整行的内容 复制到度目图 建议不要只圈选整行中的部分内容 复制到度目图 这样设置的可变度目是错误的 測退 接着在整行中设置可变度目段数 可以中间一个段数 两边一个段数 这样可以对两边段数的度目值进行设置 使复边两边放松或缩紧 同样也可以设置其他的度目段数 那么可变度目设置好段数之后 需要有一个可变度目 需要有一个可变区间 也就是说 从这一个段数 可变到这个段数 度目电机需要有一个区间来转换度目值 可用255号射设置可变区间 可变区间最好大于等于1英寸 可以用255号射设可变区间 可以用255号射设置可变区间 那么这里255号射最好大于等于12帧 那么度目段数从第8段变到第11段的度目值时 将从这一帧度目电机开始转动 到这一帧为止变换到11段的度目值 这就是用255号射设置可变区间范围 没有设置可变区间时 系统将根据机型平均分配可变区间 也就是说 这两个段数在没有设置可变区间 没有用255号射设置可变区间时 系统将根据机型平均分配左右两边的区间 以最小的长度变换度目电机 度目图成中无内容值 取功能线207上的度目段数 这个花样 只对这几行进行可变度目设置 对其他的行并没有设置可变度目 这时度目段数 则取功能线207上的度目段数 有设置可变度目的行 将根据度目图成上 所设置的度目段数 这就是可变度目 本节介绍完毕 谢谢大家